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在我们武力农中队的擂台上表现非常的亮眼 因为在这个级别当中他的身高臂展并不是特别的优秀 但是击打的能力 尤其是抗击打的能力还不错 而他的对手古拉利 一位比较年轻的遗族选手 之前的职业战绩是三战两胜一副 今天两边的边角我们都可以值得Q一下 因为这两个战队也真的是 就是我们之前武力农中队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的 第一赛季的冠军队伍和第二赛季的冠军队伍 每逢这两个队伍的比运动员碰到一块的时候 真的是特别有看见 这是两位年轻的运动员 阿古拉利和黄德宝之间两个人虽然说这个没有交过手 但是也都非常的了解 还是因为这个俱乐部的原因 黄德宝今天的边角 我刚以为江老师没来 江老师也来了 亲自坐镇 虽然每次话不多 但是总会给弟子很多的指点 包括地狱风车跟春波也在 而阿古拉利这边 我看到 这个中击给的不错 马上上来之后给定西 漂亮 别着急啊 对 感觉阿古拉利刚才那个中击给完了之后 自己突然间有点不知道怎么去打了 对 漂亮 后手今天给的不错啊 黄德宝刚刚也有尝试要去爆摔 但是没有成功 对 两个人因为臂展在这放着嘛 黄德宝的劣势还是比较明显一些 对 抱腿 漂亮 终于要紧地面了 切腿之后看能不能顶住对手啊 对 不要只拽腿往前顶 对 龙往边阿古拉利不可以扣龙往 卸回反应很快啊 对 其实我还是挺期待两位在地面上的这个缠斗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阿古拉利说过他喜欢打战力 是 他一到地面之后节奏一变啊 他就有点不太习惯 要去做半摔 好的 但是这个半摔并没有给自己带来把位上的一个利好啊 还是被对手给压住了 黄德宝这边看看在地面上 自己虽然在下位啊 但看怎么去控制对手 蝴蝶沟打进来 登胯 阿古拉利应该是看看能不能拿腿之后自己往上压 漂亮 基辅 对 这个位置很好打 漂亮 又是一个吓杂的基辅 两个人继续回到战力当中 漂亮 这个后手啊 这个后手啊 厉害哦 阿古拉利今天的后手直拳摆拳都有啊 而且压得很准 是 都能够压进去啊 继续给扫踢 其实我之前跟那个带了 恩波很多运动员 尤其是在打拳的练习当中 他们那个教练王周跟他聊过啊 就是他还是非常注重运动员出拳的那个限度的 尤其是给他们喂把的过程当中啊 就每次都会刻意的去强调他们 所以你看就是这一代的像阿古拉利 这一代运动员 包括像鹅咏他们这一代 你会发现后手拳 就是后手直拳打得很透 而且 自己打的点和线路都非常的好 尽管在MMA的比赛当中啊 但是我是感觉在这个MMA比赛当中啊 你的拳好 其实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一个优势的 因为拳开路嘛 对 而且打战力的时候你不触啊 是 漂亮 握手压到 漂亮 黄德宝是需要这样的啊 就是如果你想用自己的拳去打对手的话 那你自己上步的时候一定要快 就是你出拳的这个节奏千万不能犹豫那么一项 是 节奏一定要快 就打快出快收 对 去往对手的内围来拼啊 就是要跟对手贴得再近一点 因为他们两个人这个臂展差还是很大的 所以你如果真正的打到对手的内围之后 我们刚刚也能感觉到阿古拉利的拳是挥过了的 嗯 仔细看 仔细看那个位置是挥过了的角度 这对他来说可能是很好的一个位置 对 很好的一点 另一方面来讲也就是这个阿古拉利 他在这个距离的把控上没有做得那么好 对 因为两个人身高和臂展的差距还是不小啊 纸面数据虽然只能说明一部分问题啊 但是我们纵观整个第一回合比赛 阿古拉利还是拿自己强大的后手拳给了对手不少的重击 而且这个后手也给他带来很大的利好 嗯 一个是自己出拳的线路好 打击的点会比较准一点 而且我们也能感觉到他后手拳的力量感的存在 嗯 听到吗 是这个阴迹 听到吗 是这个阴迹 你看这门 门着这个有效果 能打 能打 就是说距离 完全都看不出 完全都看不出 对 好,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第一回合其实黄德宝在地面上没有讨到太多的便宜 好不容易把对手一个半摔带到地面之后 破坏了对手的重心 但是自己却来到了夏之位 漂亮 黄德宝也是挺敢拼的 因为对他来说如果不拼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就是我们刚刚说在距离这个把控场 如果他能够彻底地压到对手的内围 还是有打击的机会的 而且这个时候对手阿古拉利的摆拳能够刚好地摆过 就是会他相当于站在了阿古拉利的B1的这个位置 所以说如果能够打进去 就可以跟对手连续地硬钢去拼拳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漂亮 对 记得后手啊 快出快收 对 上上这步都还可以打到 黄德宝现在也是 感觉有来起势了 两个人打得都很放松 是 打开了的感觉 对 而阿古拉利这边 不能老是去等对手 对的前手要去点一点对手 对就给他不要让黄德宝找那么好的机会往里来进 没错 往自己身上压他的后手 你看又是一个 就这种扫踢 换对手的后手啊 有点不划算 漂亮 对黄德宝追得比较紧 对 我马上向前抱腿 抱单腿 但是不太好抱 其实就刚刚讲的阿古拉利不要 其实是给了这个黄德宝的这个时机了 对 这你怨不得别人 对 他等的时间长了 这个时间你给的太长了 是的 到骑车外连续地给锤姬 起身翻身过来 拿背了 看能不能拿住啊 继续过来 转过来 过去的给起身 杂机 杂机锤姬来了 哎呀滑下来了 漂亮 这一下阿古拉利还要这个专注度要高一些 对对对对对 注意比赛的本身 然后又是一个后手压进来 对你看他给给黄德宝留的时间太长了 你说对这时间差不多三秒钟的时间 对黄德宝那可不就是最简单的逻辑 就是上不压后手上不压后手 对吧 你这个时候拿前手去点一点对手 不要让他进的那么轻松啊 还是要让他去 有一定的限制啊 要不黄德宝进的太轻松了 阿古拉利还是要紧张起来 对对 得亏今天王舟没来 但王舟 我估计做边点都要骂人了 有一点点像再小一个级别的郑伯切 对也是属于那种硬拼硬打型的移动员 只不过郑伯切就是跟他相比就是往前压的这个劲儿啊就更快 没错 对 他跟郑伯切相比 郑伯切的速度如果是五他可能是三 就还是要更多的去等 你看阿古拉利啊还是就是给黄德宝先太多了 对你看刚刚这样的前手你要去打对吧 是你没有击打到对手 你并没有给他带来真正意义上的伤害值 但你要去干扰他 对啊你要给他一定的限制起码 不能让黄德宝进的这么轻松啊 你说来就来了 这不行 对你想两个人我们从纸面数据来看 14公分的臂展差 你能让对手这么轻易的压进来吗 对吧 所以那你要这个臂展有什么用 有点就是所以看着我们就有点着急啊 你看黄德宝这第二回合 你觉得他打的轻松的原因是啥 就是因为我上步压后手上步压后手这招屡是不爽 漂亮又一个护齿掉了 护齿掉了 带上护齿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点一下 对你的前手点完了之后 用你的前手去带扫踢 或者前手带你的后手的连击 翻身过来 看能不能拿住对手 估计看黄德宝这个劲儿不大好拿 因为他也属于那种 就是突然间的爆发力很好啊 而且脊肉维度不错 还有十秒 对 在这个位置能压一压对手啊 就如果其实你想拿第二回合对于阿古拉利来说 去压对手的这个时间有点点短 你比如说五分钟一回合的比赛啊 我在最后的两分钟或者一分三十秒的时候 那我把你压到地面我持续的控制住你 那我有效的压制时长和控制时长 是能够算作我这一回合当中自己的力好在的 但是最后的十秒钟这个压制来的的确是有一点点晚了 对 我觉得何勇还是应该要去跟阿古拉利 在局间的时候再布置一下 就是如果黄德宝这边也想跟他打战力 也没有太多想把比赛拖入地面的想法 那阿古拉利应该怎么打 这是他局间需要说的 没错 而对于黄德宝来讲 我们能够看到就是两回合分别有把比赛带入到地面的时间 也有把比赛带入到地面的机会和能力 但问题是他在地面上没有讨到任何的便宜 所以今天黄德宝打得也比较聪明 没错 来吧 短暂的时间休息之后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第三回合 我们一起来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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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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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起腿之后 现在很吃他的是什么呢 就是黄德堡这边一起腿 自己如果想上的话 马上上来又是一个后手压进来了 对 用你的前手点完了之后 去接你的后腿的扫踢 成功力会更好一些 出拳的评测还是要跟上 这个其实更多的是 自己一个主动进攻上 和进攻输出上 自己意识的问题 他现在主要是没有这个意识 对 你看前手这样点对手很有效 点点点 漂亮 你看这个位置后摆依然能够打到 就是被对手给压进来一个 连续的低扫 我们现在看这个小的卡布提 对 对黄德堡也是有一定的伤害 对 就是左腿的外侧已经出现了紫了和肾血的现象了 毛续血管破裂了 连续的这样扫踢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它的移动 是 就是这种累积伤害还是存在的 换架 给扫踢 对 其实现在很多的就是综合格斗运动员 包括自由搏击的运动员 想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很自如的去做换架 对 这主要来源于 他们更多在日常的训练过程当中就已经非常注意这个事情 是 训练方法的问题 这样的话 击打的维度会更多一些 这击打方式和组合也会更多一些 几何倍增长 单腿 保完了之后顶对手 黄德宝就是打得特别清晰啊 就在略显被动的时候会选择这个暴摔 就是我自己要干什么我想就很明白 对 今天阿古拉利有点想迷糊 对 有点迷 把自己的身体重量往上压 但对手顶开 小心的 刚才滑了 鼻腔出血了 就是这样打的话确实 已经有一点 确实这个黄德宝消耗挺大的 对 因为我们现在看 已经有一点影响到他的移动了 就是他的左腿啊 大家仔细来看一下 就移动端的时候 已经有点不顺畅了 漂亮 又是给一腿 来 下前这个暴摔很危险啊 是的 刚才 性能下降太厉害了 对 这时候你看黄德宝 他首先他腿部的移动受影响 是 然后其次这个鼻腔也有出血 没错 就很容易打出来迎击啊 我估计今天这个 阿古拉利也没有想到 黄德宝会这样的跟他拼 一分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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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阿古拉利今天 主要还是自己没打明白 嗯 对 他就是可能是开始太自信了 对 第一回合在前半场打得很顺 你看就在这个距离能让对手 虽然杀伤力不大 但是一个前手一个后手 两拳都能够直中灭门 还是能反应一定的问题存在的 不过今天阿古拉利的这种打法 也让黄德宝够累的 是 这场消耗战 消耗太大 对 你看前手能够打到对手啊 但是现在黄德宝 拳上一眼保持了一个不错的输出 好 还有十秒 要拼一波啦 下前抱摔 压胯顶住对手 起来之后马上 哇 黄德宝又拼了一小波啊 漂亮 对 最后的这段时间 就黄德宝硬拼的这个过程 我真的有点看到了这魔戒的影子 是的 是吧 其实这种拼打型的运动员 就是如果你遇上一个很吃自己 这种打法的对手的时候 能够打一场很顺的比赛 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讲 我个人觉得黄德宝 是打得相当辛苦的一场比赛 因为对于他来说 打阿古拉利这种身高必然 比自己有很大优势的运动员 的确这场比赛显得办法不多 但是他唯一的办法也还不错 有一定的奏效在 就是压自己的后手压自己的拳 但我个人觉得阿古拉利 今天在自己的战术安排上 和自己的战术打法上 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并不是自己的能力不足 咱们举个特简单的例子 你前手连续去点对手的时候 你明显可以点到 但是你就是不用 对 相当于家里放了一辆好车 下个雨 然后你飞骑个自行车出去 还不打伞 对吧 所以你这个事儿就是 对待得不常识 太过于自信了 是的 来吧 一起来期待 平衡 我们下个影响 给你们吃 你们下个影响 你怎么说 我说 我在一起 碰到了 对 我说 我说 作詞 作曲 李宗盛